哈喽大家好 我是李承斌 整个城市都是我的非凡娱乐 非凡娱乐的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李承斌 我饰演的其实是一个 普遍年轻人都会经历的一个阶段的一个角色 那他其实在生活 生活环境不得已的压迫之下 从原本的爱情选择了面包 我现在肯定选爱情 那以前的话肯定得选面包 对因为我觉得他跟我的 生长环境其实是很像的 在我心里不是矛盾 是一种取舍 在那个过渡期他做不了那个取舍 这个其实每个人应该都会经历过 就是你可能你很喜欢这个女孩子 但这个女孩子没有那么喜欢你 然后另一个女孩子很喜欢你 但你没有那么喜欢她 那在相处的过程里面 你还没有做决定的时候 这个就叫过渡期 那在这个时段里你很难取舍 最后你选了一个 然后过几年之后你再回头回来看 你会不会后悔呢 这就是沈俊安他要带给我的故事 他在说这个还有这个戏卡 他要带给我们的故事 就是说遗憾 对但每个时期不一样 像我小时候肯定就会选我爱的人 那现在长大就会选爱我的人 因为小时候我妈经常跟我说一句话就是 被爱是幸福的 爱人是痛苦的 小时候听不懂 但是你随着你越来越年长 你会发现其实相处比相爱更重要 从感情面来看 盈盈是一个很无辜的受害者 但是呢她又是一个女强人 她想要的东西她就一定要得到 所以我越不跟她在一起 她就越要跟我在一起 这个时候呢我又跟运景 还没有办法撇清关系 因为我还在想我到底是要 继续跟她在一起 然后两个一起打拼 说不定说不定不会饿死 又或者说我选择跟张悦在一起 就有跑车看 然后又有稳定的工作的一个 一条鞋 最大不一样就是这个角色 其实是一个圆满的结局吧 就她没有留下遗憾在她人生里 但我其他人没有 嘉明什么都没有 但嘉明不是渣男 我已经说三年了 各位观众朋友 确认一下我的眼神 她不是渣男 她其实跟我想象的非常不一样 因为我一直以为她是一个很严厉的导演 但其实不是 她是一个很少女心的导演 然后她很喜欢唱歌 但在现场只要拍一些比较浪漫的情节 她都要自己先上来演 她要觉得怎么样 可以激发她的少女心爆棚 就是她就觉得这场戏 这个环节是很重要会成功的 她教导了我很多 关于演戏方面的事情 她是一个不会给你压力的导演 就是我们演不好 我们慢慢演 你不要有压力 她的人生观就是要开心 狂唱真的 尤其是寒冬军 我听她唱那个《爱如潮水》 从开机第一天唱到杀青前一天 一百多天 每一天唱同一首歌 我的妈呀 她一直唱那首歌很洗脑 你知道吗 然后你有时候一喊卡 你休息的时候 然后看一下手机 或是去上洗手间 你就忍不住 哼哼哼 就哼起来跟她一样的歌 就因为她洗脑你 天天化妆的时候也放 我会所有错 我在一步眼前 你在深夜里埋醉 不愿别的男人 见识你的无媚 你该知道这样 会让我心碎 金吧 对 她其实是一个很精明的人 她很聪明 她是一个 如果真的有这种人的话 她应该是一个很可怕的 应该像古代的曹操一样吧 因为她会一直在脑里跑 她等会做什么事情 然后会有什么结局 然后她会选一个 对她自己最有利的 这种人很可怕 非常可怕 所以我在现场的时候 我只要一跟导演嬉笑打闹 她就说你不要这样 她说因为居然 她居然不会这样 你要保持那个 角色那个状态 对 然后我就会变得很安静 其实这样很累的 因为你跟 比如说我跟你在说话的时候 各种脑谱全部想完一遍 再开始跟你做打 还要一边打一边想 超累的 真的这种人我当不了 太痛苦了 完全不一样 我没有她聪明吧 我觉得 因为她 就这个是演戏 就她想的结局 都跟她想的一样 但我是真实生活的人 对 我不知道未来发生什么事情 这种人我当不了 真的 我比较想上那种游戏类的 因为我很调皮 我很喜欢玩那种 就人跟人玩 直接玩了游戏 我觉得我很会玩 我比较想上那种节目 我对那种真正秀 我比较有兴趣 就我可以整死她们那种 要会 这个有点过分 朋友生日的时候 然后我就演了一个假车祸 然后她就立刻就 她还在公司上班 她就立刻冲过来看我 对 其实是假的 然后就很生气 暴打我一顿 在现场狂打我 疯狂地打我 曾经我付出就想要 对 这不不是把胎 我觉得杰雄是一个 很调皮的女孩子 她其实很会整别人 这个我觉得很厉害 因为其实在我的想象里 一般女生都会有一些包袱 不会像她那么放得开 她就是 她是一个几乎没有包袱的人 就你要怎么玩 我就陪你玩 对 怎么玩我就跟你怎么玩 玩的比你还猛 就你推我 我就踹你那种 觉得古装戏真的 真的是人生 就是一辈子尝试 尽量可以少一点 哈哈哈 因为那衣服真的太多了 就六件 七件穿在身上 又很重 然后你要上洗手间啊什么的 哇 那个巨男驼 我妈呀 然后沾那个头套啊 就还要开始剃头啊 这边都得剃掉啊 然后沾到头都交啊 那种 很酷 她就是 她是一个有机关的门 然后我像一个寻宝家一样 我找到那个机关 然后把东西放进去 那个门 刷 真的升起来 我拍戏拍那么久 没有看过真的是那种 电动的门 然后外面是一个超大的花 然后后面那个 就是因为我一早 第一场就拍那场戏 然后后面的演员到现场之后 就跟他们说 诶 这个景 超牛的 他们都 有多牛 他们都不相信 我一脸比较我样子 真的放进去 一按的时候 每个人 啊 啊 每个人的表情都是这样子 完全没有看过这种景 真的 沈居安是很多人的 年轻人的缩影 那如果你看到沈居安的时候 你觉得你自己曾经经历过这个阶段 然后你会回想到那个时候的你的话 那这个戏我就觉得 对我来说就很有意义 因为我可以让你回想到 你以前失去过的遗憾 然后让你不要再重复这件事情 你要珍惜你身边有的东西 因为很多事情失去就没有了 很多人一转身 就是一辈子了